我们了解完了长相 知道长什么样之后 我们最最主要的还是要干什么 发现它们 而且是越早越好 对不对 斩草除根嘛 一定要尽早的 所以说 那么如果你在脖子里边长了这么一个流子 长了这么一个肿块 那你该怎么去发现它 或者是怎么判断 有什么思维吗 我们看看还是诊断的思维 发现的思维 相当于你现在就是一个行政队的 刑警队的一个什么 判案人员 对不对 判案人员你要断这个案子 那么看到这个 你首先第一要想的是什么 肿起来了 对不对 肿起来接下来你要判到什么 它是不是肿瘤或者肿块 是不是肿物 是感染引起的 还是里边长了一堆肉 对不对 你要搞明白 还是被人打了出血了 你要搞懂了 那么如果是总物 我们要靠什么来判断 几个 第一个 线病史 记住这线病史 我说的这些都是初题的题眼 如果题里边你看到了 说是长期存在 长得还比较局限 而且呢 没有突然增长 或突然增长了 突然增长了 就是恶性的 没有突然增长 长得很慢 那就是良性的 对吧 这就是线病史 你知道了 局限的一个肿块 长期存在 考的是什么 总块这个章节的知识点 然后进一步 专科检查 你看看脸上 对不对 摸一摸 边界清不清晰 子地软不软 如果是溃疡的话 深部有没有硬结 对吧 然后这是检查什么 肿瘤的周围 肿块的周围 检查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摸一摸哪 淋巴结 如果这个人说了 我长完了 最近长得特别快 那你怀疑是恶性的 恶性的 一定要摸摸淋巴结 有没有转移 对不对 我们如果这个敌人 只局限在这个地方 不怕他 就怕什么 做的血液 做的淋巴液 去了别的地方了 那就不好办了 对吧 就是专科检查 第三个 辅助检查 影像学 或者是什么 病理学来确认 病理学确认 再加一个什么 影像学里面 还有B超 颈部可以用B超吧 B超 站位性病变 好 你是什么 肿瘤了 如果是弥漫型的 什么感染 确认了 是肿瘤 肿瘤 接下来 我们要找他的地点 这个地点极其极其关键 在感染当中 地点很关键 外伤当中 肿瘤当中 同样很关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脸上 这几个肿瘤 你觉得难 就是因为病多 那么所以说 病多的话 你就得分清楚 有条理的去记 什么条理 按到他的地理位置去记 那么考试呢 你看到这个地理位置了 你就给我针对性的想到 这个地方会有哪个肿瘤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地理位置很关键 因为每一个病都有各自的归宿 因为每一个病 它开花结果都有它生长的故乡 所以说这个地点就是这个病的故乡 你是从黏膜上皮来的 那就是口腔里面的 你是从牙齐心来的 那就是骨头里面的 你是从腺上皮来的 那就是腿腺里面的 对吧 那么肉里边的有什么 脸上的 口底的 河下的 颈部的 对不对 各个地方 我们要搞明白 然后通过各个地点 我们来推断是什么病 对不对 那么推断出来就行了吗 不行 那只是推断 你还要确认 怎么确认 根据什么 他们的特点 人家体感当中 描述了地点 描述了这个 总物的这个 病史 专科检查以后啊 还会描述这个疾病的特点 你就要根据特点来进一步确认 OK 就是这个病 我判断的没错 不是这个病 我判断错了 根据什么来判断 特点 这也很关键 那么特点就可以做临床确诊了 临床确诊了 那么确诊了临床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看来源了 是啊 对不对 你人家说了 哎骨头里面长出来一个东西 压远性的 哎 脱卫腺里面长出来的东西 线远性的 啊 所以就知道从哪来的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肿瘤的什么 诊断思路啊 诊断思路 所以说这个诊断思路里边 我们重点以后要学每一个病的什么 第一点 长在哪啊 故乡在哪 然后他长什么样 特点是什么 这两个必须要掌握 啊 这两个必须要掌握 所以说肿瘤其实很简单 啊 为什么有些人最后人家说口外真的很简单 就是他把握住了地点 把握住了特点 一看到这个特点 就这个病 一看到这个地点 就是另一个病 就这么简单 啊 我们 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把这坨肉啊 这一堆坏肉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从哪来的 长什么样 长得快慢 我们怎么去判定他 对不对 都已经讲完了 最后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服务 最后怎么消灭他服务 对不对 毕竟你是一个跟我们人体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要把你排除掉 那么排除用什么方法 也就相当于你身体里边长了一堆肉 这堆肉你怎么办 哎 要是你 你该怎么办 你是切啊 炒啊 还蒸啊 煎啊 对不对 用什么办法 哎 我们这有几个办法啊 先讲办法 再讲原则 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为什么用这个办法 它的原则 也就这堆肉 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啊 先讲办法 有哪几种 第一种 用刀切 对不对 哎 切了之后 你爱怎么怎么的 反正从身体里面是出去了 对吧 切 那么 除了切还有吗 有 第二个 放疗 用放疗 放射线的办法来杀死谁 杀死我们这个肿瘤里边的细胞 啊 让这个细胞死掉 哎 你不是繁殖的很多吗 我直接用放射线来消灭你 可以啊 那么放射线相当于手枪一样 把它毙了 啊 把它毙了 然后还有一种 第三个 什么 用药 哎 用药 就是化疗药物 就相当于给我们肿瘤喂一堆或者是喂一杯什么 当年这个皇帝赐妃子一碗什么呀 或者赐大臣一杯什么酒啊 饮阵止渴啊 毒酒 对不对 啊 毒酒 我们吃他一杯毒酒 那么他就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再给他吃一颗药 这颗药之后就可以杀死这个细胞 哎 这是我们最最常用的三种细胞 用手术切 哎 用放射线 烧死或者垫死或者是枪壁 啊 用药物呢 毒药来毒死他 啊 三种方法啊 所以说提到了化疗 那就是用药 啊 放疗呢 就是放射线 要搞明白啊 然后 首先看手术 手术的话 它的特点啊 它是治疗口腔和面部的什么 最主要的啊 或者是最有效的办法 哎 不管是你用药也好 还是用枪壁的办法 用放射线也好 总会有一些残留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把它连根拔起 连根铲掉 对不对 哎 那你唯有能连根铲起的 就是我们拿刀切 我看 看得真真切切的 OK 就是这么一大堆 然后我把它切掉 不就行了吗 哎 说它是最主要的 最有效的啊 然后应用于什么 良性肿瘤 放疗 或者是不能化疗的这种 恶性肿瘤啊 然后手术的原则啊 这是重点啊 手术的原则是重点 那么手术有什么原则呢 第一一定要完整的 彻底的切 如果切不干净 剩一点 那么必然要复发 复发了之后再切 就很费劲了啊 所以说斩草不出根 充分 肯定要催又深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可能有淋巴结转移的话 也要把淋巴结给它清除掉 所以说原发造 要给它铲除掉 然后呢 激发的远处转移的第二战场 也得给它清除掉 跟我们感染一样啊 第三个 切完了之后 保证什么窗面上无留原则 也就是尽量不要留下 这个子子孙孙 或者是一些残余分子 那怎么把它铲除掉 或者怎么无留呢 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在切的时候不要切破 切破了 破了的地方 破损的地方 就容易细胞转移 对不对 第二不要挤压 一挤一压 细胞走了 对不对 第三不要分块切 一样道理 分块切也是容易什么 细胞往远处转移 或者是留在 你想想 一个肿瘤这么切开了 这个窗面上 细胞就容易什么 散落一地吧 对不对 然后流体外切除 这不是个肿瘤吗 我不会沿着它的旗根 给它剪掉 为什么 旗根剪 你有可能还会残余一点 我在正常组织里边切 这样保证 你切完之后 一整块留的是整体下来的 整体下来的 第二缝合的时候 一定要冲洗 冲洗什么 这个窗面 多冲洗一下 把那些残余的细胞冲走 然后手套要换掉 因为你切肿瘤的时候 手套上面已经粘了肿瘤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拿这个带着 上面有肿瘤细胞的这个手套 缝合的话 那么细胞是不是又散落在 窗面上了 所以说我们要换个干净手套 第三个 预防 什么叫预防 就是你在切的时候 要用颠刀切 这样的话 就算留一点 我也烫死了 对不对 凝固了 冷冻 什么叫冷冻啊 就是我们在你感觉没有切干净的地方 用冷冻的治疗再动一动 把它冻死啊 或者是用药物再给它堵一堵 堵死 或者用激光再烧一烧 烧死 反正 不管是用烧也好 毒也好 还是是电凝也好 对不对 反正你记住 就是用这些物理疗法 或者药物的化学疗法 让这个组织窗面干净 让这个组织窗面干净 就这几个办法 无流的啊 怎么防 缝的时候注意什么 切的时候注意什么 这三个方面啊 这十条无流原则 重点啊 这十条无流原则是重点 OK 讲完切 切很简单啊 接下来讲放疗 放疗我们经常会说 有周围的得癌症的病人 对吧 去做放疗了 去做化疗了 那么放疗的原理是什么 其实放疗的原理 放射线可以使细胞什么 电离 解离 整个细胞就相当于自立破碎了 相当于什么 无码分尸 无码分尸 直接把你拽开了 那你肿瘤的细胞被拽开了 肿瘤还能活吗 就活不了了 对吧 这是它的原理 然后什么情况下 可以要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放疗的这个办法呢 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什么 按照它的分化程度 什么叫分化程度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长得好看的那就是分化好 什么叫分化 也就是你从一个新生儿 对不对 一丢丢长到现在 你是当老师也好 当大夫也好 对不对 快递小哥也好 或者当总统也好 当总经理也好 不管你干什么 就是从你是一张白纸 到你变成了各夯各业的一个人物 一份子之后 那这个过程就是分化的过程 分化的过程 那么这个癌症的细胞也一样 这个细胞从刚开始突变 到逐渐逐渐长大 逐渐逐渐长大 它也是有分化过程的 那如果长大之后 长得特别好 那就是分化好 也就是它的职业不错 性格也不错 对不对 人品也不错 那就是分化好 那么分化好的 你记住 我们放疗呢 看不上它 放疗就相当于一个手枪 那么手枪就谁拿着呢 警察拿着呢 警察一般能认识的是谁啊 就是那些恐怖分子 一眼就认出他了 所以说什么人适合放疗呢 分化差的 长得歪瓜裂枣 人品不好 性格不好的这种 放疗特别敏感 富疗特别敏感 所以说 你要不要用放疗 关键看什么 看它的分化程度 对吧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分化程度谁管呢 或谁能告诉你 它分化程度好还是低 是我们的病理科 病理科会告诉你 分化高 分化低 分化低就是什么 分化的差 就是恶性程度很高 分化的越低 他这个人越不好 为非作戴的能力越强 然后第二个组织来源 也就是从哪儿长出来的 对不对 从河南长出来 从贵州长出来的 还是河北长出来的 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一方随徒 养一方人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 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么其中敏感的 对我们的放疗特别敏感的 有什么 幽纹 幽纹肉疗 胃分化癌 浆细胞癌 淋巴细胞癌 这都是什么 这几个都是我们比较敏感的 这几个很不好记 所以说我总结了一句话 叫做什么 幽纹未将淋巴打扮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这句话经常会考问你下列肿瘤 哪一个对放疗敏感 你就记住 幽纹未将淋巴打扮 现在今年这个幽纹变成幽阴了 幽阴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幽 它的英文字母叫幽阴 所以说有的叫温的 有的叫阴的 我觉得这个名字影响不大 反正姓幽 你叫幽纹 我觉得合适一些 因为这句话都知道吧 就打踢足球的都知道 幽纹是一个意大利的足球队 对吧 幽纹未将淋巴打扮 这是敏感的 敏感的 然后中度敏感的是什么呢 两个 一个是 磷状上皮来源的 也就是我们的粘膜上皮 还有一个基底细胞来源的 就是我们的皮肤上皮 粘膜的皮肤的这两层皮 两道这个城墙 对吧 两道城墙 是中度敏感 叫做什么 灵机移动 灵机移动 树林基地都可以 这是敏感和中度敏感的 剩下的都是什么 不敏感的 所以说你考试的时候 记住这两句话 优文文家淋巴打扮 树林基地或灵机移动 你就知道选谁了 选谁了 然后第三个要求 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个放射线 你不可能就集中在 一个肿瘤这个地方 对不对 会辐射到周围 所以说而且他还要穿过 我们正常组织 所以说要穿过正常组织 我们在放疗的时候 一定要精确度高一些 你别苗子十环 结果打偏了 打到了一环 对不对 苗子肿瘤 结果打到了自身组织 那就不行了 肿瘤人家好好的 结果自身组织被你理解了 解离了 剂量要高 一次性的把他杀死 别慢刀子割肉 对不对 割半天没事 那不行啊 高疗效低损伤 就是对我们好 对肿瘤相当不好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然后预防重点 预防 也就是在放疗之前 要做什么 这是经常会考到的 洗牙 该洗的洗 该补的补 该拔的拔 该取的取 取什么 取你的活动减牙 取你的金属一尺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在核骨感染的时候 放射性核骨骨髓炎已经讲过了 所以在这也是提醒大家 你看放疗会引起核骨的骨髓炎 尤其是放射性的核骨髓炎 对吧 所以说我们做放疗一定要什么 谨慎 对正常组织 它是有伤害的 有伤害的 不良反应 皮肤变黑 脱屑 你看有些做放疗的脸上特别黑 然后皮肤黏膜 充血溃腰 所以说你要是带个一尺 本来就充血了 一袋压迫了 充血不止 然后或者其他一些全身反应 全身反应 所以说放疗就像这个图一样 拱蛋吧 肿瘤军 什么发的气功 对不对 这个气功就像那放疗一样 把他们杀死 那么再讲讲第三个化疗 化疗是什么 贺顶红 对不对 刚才说过一杯毒酒 就是我们的贺顶红 饮症止渴 这个症就是毒酒 那么这个化疗是吃这个药 那么这个药 是有什么样的分类吗 药物的分类 有哪些药物 我们得先知道 这些药物怎么进入到我们肿瘤这个地方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 给药的方案 第三个呢 吃了这个药之后 有没有不良反应 这是我们化疗要掌握的三个方面 那么先看他的药物的种类 按药物的性质分类 有几种 有五种 第一种抗代谢类的 抗生素类的 激素类的 植物类的 细胞毒素类的 这几个怎么去记 如果比较变态的话 曾经考过 变态的老师 考过这么变态的题 怎么来记呢 有个简单的办法 还是说文解字 你看抗代谢类的代谢 什么叫代谢 你产的粑粑 对不对 你排出的气体都是什么 代谢残物 来你看看 服尿密定 有没有尿 尿什么代谢残物 甲胺 叠磷 胺是什么 胺气 胺气就是你从后边放出来的那个 一股仙气 这个仙气就是胺气 以闻厕所 厕所里边 经常会有一股味道 那个味道也是胺的味道 如果你不知道 在现在去闻一闻 然后第二个 扛生素类的 扛生素 你看伯来霉素跟四环素啊 什么红霉素啊 绿霉素啊 是不是炼霉素啊 都比较像啊 霉素类的 平阳霉素 所以说霉素就是什么 扛生素类的 所以说不用死记了吧 激素类的什么 肾上线皮子激素都告诉你激素了 然后第二个 饼酸睾丸 睾丸头里边有什么 雄性激素 睾丸里边有雄性激素 所以说它也是激素类的 对吧 第四个植物类的 长春心碱 然后呢 还有枪肌素碱 素 春天才长 是不是春 素代表的春天 代表的植物啊 素是个植物 然后春呢 春天植物要长了 要生长了 所以说 长春心碱 也是植物类的 好记吧 然后细胞毒素类的 戒蛋 或者蛋戒 蛋是什么 一个圆圈吧 细胞毒素 细胞是个圆圈的 然后环链线 环状的 是不是也是跟蛋一样 也是一个细胞状的 哎 懂了吧 这是按 药物的性质分类 那么接下来按细胞的周期 这个细胞的周期是哪个细胞啊 啊 什么细胞啊 当然是我们的肿瘤细胞 来我们看看肿瘤细胞怎么繁殖的啊 从一个细胞啊 然后开始逐渐这么循环 这么循环下来一圈 一个就变成了两个细胞 然后再循环 两个变成了四个 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循环 就越来越多 成指数级生长 也就是这就是生孩子的过程 生完了再生 生完了再生 是不是长春游就对 哎 可谁谁受得了啊 你说人一辈子 也就是一胎两胎 他呢 无数胎 对吧 然后但是他也有累的时候 他累了呢 就休息休息 哎 进入到另一个循环了 休眠阶段 哎 睡一觉 起来接着生 对吧 那么所以说你看 要不就是醒着生孩子 要不就是睡着 睡睡觉 就是他的两个过程啊 或者两种状态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细胞周期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细胞周期 要杀死他 哎 你不是来回要生孩子吗 我就不让你生 哎 不让你生 他还能变大吗 就不能变大了呗 对不对 所以分为了两种 一种是非特意性 一种是特意性 这种非特意性什么 不特意就是得谁杀谁 哎 得谁杀谁 就是不管你是睡着的 还是你正在身 我通通给你干掉 鬼子进窗了 不管你是在睡觉 还是在劳作地里边劳作的 通通杀掉 啊 通通杀掉 这是非特意性的 而特意性呢 谁干活杀谁 哎 你没干活还行 那就待着吧 啊 先不杀你 就这样的 搞明白了吧 所以说特意性和非特意性 特意性杀的是什么 正在进入循环的 非特意性呢 正在进入循环 以及我们休眠的 那么非特意性有哪些呢 细胞毒素类的 还有什么 抗生素类的啊 而我们特意性呢 包括我们的代谢类的 和植物类的啊 植物代谢啊 植物代谢是特意啊 是特意 好吧 它俩是特意 然后细胞和抗生素 什么非特意的啊 非特意的 好 讲完了这个药物的种类啊 大家记清楚之后 我们看看给药的方案 给药的方案 就是什么情况下 什么病 吃哪个化疗药 哎 这些药怎么运送到我们体内 这打针啊 输液啊 还有口服药啊 对不对 哎 是有区别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方案里面 我们重点把这个记一下 单用药里面 哪个药对那个哪个肿瘤更敏感一些 更好一些 就是灵癌一般要用到平阳酶素 记住啊 人家说了灵癌 最常用的化疗药是什么 平阳酶素 这个腺癌 也就是腺上皮来源的癌症 一般是服尿密定 哎 服尿密定 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啊 然后给药的方案 有什么灌须疗法呀 冲击疗法呀 还有脉冲 还有什么小剂料 每天给药了 这个就不详细的讲解了 有兴趣的 想了解的 你们看看 在这个地方重点记一个素质 什么 冲击疗法 就一下子给一大堆药 大计量冲击 给药间隔的时间 记一下 三个礼拜 一次性给药 把他们杀死 然后 为什么有这么多方案呢 一会儿脉冲啊 一会儿冲击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不良反应 有个分子很大不良反应 因为它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不强 什么意思 它其实这个细胞周期类的药物 它不认识你是细胞 你是正常细胞 你是敌人 你是恶性肿瘤的细胞 它不认识 它就看谁 谁的代谢快 谁生长的快 我就杀谁 反正你是超生游击队的 只要是超生游击队的 我就杀你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身体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胃肠道的黏膜 比如口腔黏膜 对不对 骨髓的细胞 这些形成代谢都很快 繁殖也很快 所以说这个药物对我们自身的一些繁殖快的细胞 也有影响 有影响 骨髓了 胃肠道了 黏膜的作用 对吧 那么所以说 里边最主要的不良反应 谁啊 骨髓抑制 你不是繁殖的快吗 我就不让你繁殖 那么骨髓被抑制了 骨髓被抑制了 我们全身的免疫细胞 全身的血液里边的细胞 基本上都来源于谁啊 骨髓 那么这样的话 你全身是不是白细胞啊 红细胞啊 都逐渐降低了 所以说我们化疗的病人啊 特别容易感染啊 特别容易感冒 原因的就是抵抗力低了 抵抗力低就是骨髓抑制了 而且还容易出血 血小板也少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问你化疗最常见的 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什么 骨髓不行了 骨髓不行了 然后次要的是消化道 你看吃完化疗要掉头发的 恶心的 吐的 对不对 恶心吐不就是消化道反应吗 因为什么消化道有反应啊 因为它是胃肠道粘膜呀 对不对 胃肠道粘膜被破坏了呀 明白了吧 所以说都是有因有果的 有因有果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化疗好不好 不好吧 但是你没办法呀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但是你自损八百起码能活命啊 对不对 所以说好多人最后就死在了什么 化疗复发 化疗复发的反复循环当中 最后被不是被肿瘤折磨死了 而是被我们的化疗折腾死了 折腾死了 每化疗一次对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打击啊 对不对伤害呀 相当于你喝了一杯毒药 这三个是最最常见的 我们所有的肿瘤 尤其是联合治疗这种肿瘤 基本上都要用到这三个方案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的几个方案呢 有时候会用到啊 但是用的不是特别常见 包括第一个生物治疗啊 什么叫生物治疗啊 就是这个 这幅图靠干什么 免疫力哎 虽然这个呢 现在不常用 但是这个不常用 只是在我口腔和面部不常用 但是其他的肿瘤肺癌啊 胃癌啊 对不对 什么结肠癌啊 好多人会用到这个生物治疗 它是提高我们免疫力 通过提高免疫力 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杀死这个细胞 啊 这就叫做生物治疗 所以说大家记住啊 我们中药有时候有些人吹牛说哎呀 中药能治癌 记住中药治癌的原理或者是什么方法 就是调节全身的机能 调节全身的免疫力来攻打这个肿瘤啊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包括什么呢 调动自身的抗癌能力消灭残余的肿瘤分子 那么有免疫治疗细胞因子治疗 基因治疗分子靶相治疗 还有什么中草药治疗 这么多通通干什么 生物治疗的内容 简称为什么中药分子免洗剂 中药分子干什么免洗剂 中药分子免洗剂 记住了吧 他们都是生物治疗 曾经考过 问你下来属于生物治疗的是哪个 或者不属于生物治疗的是哪个 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高温治疗 或者叫温度治疗 那么温度你想想 大家有过一种操作 什么操作 就是你们家这个毛巾脏了 对不对 或者是时间长 用的时间长 想消消毒锅里边煮一煮 对不对 你们家这个孩子的奶瓶 用的时间长了 想消消毒锅里边煮一煮 那靠的是什么 热 对不对 那你再想想我们在外科基础里边讲过什么 讲过什么 消毒吧 对不对 消毒灭菌里边 你干热呀 湿热 是不是都得热呀 所以说高温治疗 高温不可可 不仅仅可以杀死 微生物细菌的细胞 也可以杀死什么 癌症的细胞 所以说我们现在 这幅图就是一个高温治疗 现在什么 我们肺癌 肺癌有一种治疗 就是这个什么压害刀 对不对 用冷或者是用微波治疗 这种的就是用热 反正就是用温度来把这个肿瘤细胞来杀死 杀死 来我们看看低温和高温 那么低温在我们口腔和面部 应用于比较表浅的肿瘤 比较表浅的你才可以进去 才通过表面 对吧 你一个特别冷的冰罐 对不对 插在你的肉里边 你肯定受不了 那如果是表面的肿瘤 对吧 一动 冻死了 挺好 对吧 所以说表浅的肿瘤比较合适 记住表浅的 然后良性的 一般因为血管瘤了 脉管畸型了 还有我们的黏一些囊肿了 恶性的呢 一般比较小的 或者是没办法切的这种 复发的 表浅局限的 我们可以用 然后第三个重点记一下 他对谁比较敏感 色素质类的 这个疾病 基本上就是什么 口腔黏膜的什么 恶性黑色素瘤 原发肇 可以用它来治疗 明白了吧 所以说记住 恶黑首选可以用它 首选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的低温治疗 那么高温治疗很简单 就是把细胞里面的核酸 蛋白 给它凝固 凝固了 它就不能 它就死掉了 相当于活活的给它烧死了 微波 热疗是目前常用的加热技术 用微波给它加热 这个了解即可 了解即可 这就是我们的高温治疗 重点是低温 这就是温度治疗里面 重点低温治疗掌握 尤其是这个 它对谁敏感 色素之类的 色素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激光治疗 激光我们现在口腔和面外科 也经常用 门诊也经常用 对不对 牙齿敏感 好 激光 对不对 根管治疗 好 激光 软主治切除 激光 贯周炎 激光 什么都激光 对吧 激光现在是万能的了 那么激光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原理或者作用 就是切割的原理 也就是伽玛刀 你现在一听什么 这个微创 这个刀 那个刀的 这个伽玛 那个伽玛的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原理 切割的原理 它是肿瘤手术的一个工具 叫光刀 叫光刀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利用它的凝固气化的原理 这个我们在做口腔小肿瘤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激光 这个激光沿着小肿瘤的边缘一切 这个边缘的组织啊 它就气化了 气化之后就像一股烟一样 没了 然后创面因为不出血 凝固 所以说 这个疏后疼痛会小一些 但是疏后疼痛小 因为它凝固了 组织面没有血 所以说愈合的很慢 愈合的很慢 我们在外科基础的时候 也讲过了激光这个治疗 对不对 激光的治疗 切除 好吧 凝固也好 气化也好 它是治疗的手段 这两个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应用 应用重点什么 也是应用于表浅的 因为这个激光啊 穿透能力很弱 所以说它 血管瘤啊 乳头撞瘤啊 色素质啊 可以啊 激光脉冲治疗 对不对 激光 色素质 现在你去美容院 整形医院 对不对 点个物的什么 都是用激光啊 都是用激光 然后它的什么 禁止深部晚期的肿瘤 因为穿透能力太弱 治疗能力太弱 啊 切记把这一点记住就行了 激光也好 冷冻也好 都是表浅的啊 都是表浅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方案 如果都用上叫做什么呢 啊 叫做综合序列治疗 强调以手术为主 也就是序列治疗里边 还是有主角的 一大帮人演戏 有主角 有配角 那么我们的手术切除 就是主角 后续的放疗也好 化疗也好 生物治疗也好 这些都是什么 配角 都是配角 好吧 那么里边还有营养治疗 就得病了 吃点好的 就这个意思啊 补充一下这个能量 补充一下能量 OK 那么以上这几个 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坨肉 我们要想把它干掉 用哪些办法啊 要不切啊 要不放射线啊 要不吃药啊 对不对 要不通过自己抵抗力啊 温度啊 激光啊 都没有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 那么 做这些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呢 或者选择这些方法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良性肿瘤的原则就是一个切 管你什么呀 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切就完了啊 干就完了 它是切就完了 然后如果是临界流的话 临界流什么特点 吃里扒外 对不对 脚踩两只船 又有良性肿瘤的特点 又有恶性肿瘤的特点 正是因为有恶性肿瘤的特点 所以说我们要切除的话 一定要在正常组织里边切 相当于这个地方 如果是多形性腺瘤 一定要在正常组织里边切 对吧 因为它可能已经波及了边缘 一个良性肿瘤 边上有些区域 可能这儿啊 这儿啊 这儿啊 已经被破坏了 这个肿瘤细胞已经突破这个膜 去到外边了 去到外边 如果你还是沿着这个膜 这个肿瘤的本身的大小切的话 那你有一些是不是就参与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在正常的肉里边切 才能切干净 再换一句话说 你们家的苹果 如果坏了 你又不愿意扔 你怎么切 不就是在正常里边吗 保证你彻底清干净了吗 难道你还是拿个勺款啊 对不对 你怎么款也有一些参与 好吧 然后切下来之后 送冰冻 确认有没有恶变 哎 这个也很关键啊 良性 这个临界瘤 一定要做一个冰冻 手术当中 对不对 取一块边界 送到病理科让他看看 切干净没有 没切干净继续切 因为他会破坏周围 到底有没有切干净 破坏了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哎 所以说以诉讼 一定要确认好了 你给人口都关上了 半年一年了 复发了 对不对 你可能没事 但患者呢 痛苦很大啊 痛苦很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恶性肿瘤 这种舌癌 口腔癌 他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治疗啊 原则 恶性肿瘤 那么他的原则就是全面考虑 多方位的多角度的思考 选择一个方案 因为恶性肿瘤要要命的 对不对 要命 我们要命的话 所以说要谨慎的处理这个疾病 对不对 哎 谨慎的处理 那么怎么处理呢 看看他的来源 从哪来的 是从东土大唐呢 还是从西天过来的呢 对不对 组织来源 那么如果是肉瘤 或者是恶性黑色素瘤 这种的话 对放疗不敏感的 怎么办 直接手术切 或者是化疗 如果是幽闻未将淋巴打败 这种对放疗药物 比较敏感的 我们可以用放化疗 对这种放疗中度敏感的 灵机移动 树林基地的这种 我们要手术放化疗一起用上 所以说你看 组织来源决定了 对谁敏感 我就选择一个相对应的治疗方案 然后再配套的一些其他方案 所以说从这儿记住 对放疗敏感不敏感的 敏感的油温 微将淋巴打败 中度敏感的树林基地 或者叫灵机移动 然后第二个 长得怎么样 长得好还是不好 长得好的话 我们直接切除 用手术 因为什么 对放疗是不敏感的 长得差的 歪瓜里长的 全身纹身的 对不对 穿的一副 就是这个恐怖分子的 衣服的 那他就是什么 放疗敏感 放疗一堆一个嘴 所以说用放化疗比较好 然后迅速浸润的 破坏的范围大的 对吧 可以素前放化疗 控制一下 手术之前可能长这么大 长这么大 我用了放化疗之后 说这么小了 再一切 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也会小一些 好吧 这是分化程度 然后后期还有生长的部位 以及他的临床分期 身上部位不讲了 临床分期也很关键 如果这个临床分期里面 属于临床里面的早期阶段 还比较好治 如果晚期阶段 可能就得比较复杂了 效果比较差 那你选择的方法 也得多一些 更加序列一些 更加综合一些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根据这几个方面来的 听懂了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个临床分期 我们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考点叫做DNM分期 TNM分期是什么意思 T代表着Tumor 也有肿瘤的大小 N呢 淋巴节有没有转移 M呢 有没有远处转移 所以说TNM 简单的来说 就是看看你这个流着 你这坨肉长了多大 有没有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这个 要看他的 如果转移了 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了 你就不好治了 就可能会要你命 如果没有转移 就在原发造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会好一些 所以说TNM分期 决定了我们该怎么治 它也属于治疗的原则里边的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先看T 这个T啊 有几个名称 叫TX TIS T0 如果人家说了是TX 那就是不能评估 X嘛 未知的 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TIS呢 原位 IS IS是什么 原位 原位 然后 这个T0呢 0不是没有的意思 而是隐匿的意思 把这个一定要区分开 T0是隐匿 TIS是原位 然后N0没有 M0也是没有 好吧 把这个区分开 这三个 区分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 首先T根据它的大小分为了好几个指标 按照这个直径的话 小于两个厘米的属于T17 2到4个厘米的T27 大于4个厘米是T37 大于4个厘米之后 如果周围的邻居被波及浸润的程度是中度的话 T4A 如果波及的范围很广 跨过了好几个结构 比如说骨头啊 肌肉啊 黏膜组织啊 都被你突破了 那么就是广泛性的了 那些就是T4B 所以说T就看它的大小 迫害的范围 迫害的范围 那么N呢 我们重点看 转移的淋巴结的情况 如果转移的淋巴结是单个 就一个 小于三个厘米 那是N1 在3到6厘米之间 N2大于6厘米呢 N3 这是单个啊 记清楚这是单个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N2里边 N2里边会出现几个多种情况的一个出现 比如说 N2A是什么 同侧只有一个 同侧只有一个 那么同侧是多个是N2B N2B 对侧也有了 双侧都有了是N2C 所以说你看 其中有一个淋巴结 小于6 那么就是N2A 其中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小于6的 另一个呢 不丢丢 不大点 但是呢 属于N2B了 那么第三个 如果两边都有了 两边都有了 你就是N2C 好吧 这是我们的N的一个分类 N的一个分类 曾经这个TNM分期 连续考了两到三年 去年好像是没考 所以说2021年 哎呀不好说了啊 把这几个分布啊 分布要记一下 背一下啊 考试人家问你了 这个是个呃 肿瘤多丈 林妈节多大 几个对不对 然后M有没有转移 然后问你这是TNM几期啊 你要会选 你要会选啊 但是你如果说老师 我实在背不住 或者实在这个你也记 我也记不住 那你就别背了啊 反正就一分的T你把精力放在其他的地方 好吧